这次地震很多人也开始担心家里的门窗安不安全 今天的趋势造梦者就要来看 有业者是把传统的门窗业当科技业在经营 让自家的纱窗成为豪宅的指定款 还滚出4.5亿的年营收 接下来还要做成智慧纱窗 观众朋友您对家里的纱窗有什么印象呢 在台湾有人专门研发住宅中最不起眼的纱窗 不断提升品质之后成为上亿元豪宅的标配 就连全台最贵的逃猪影员都指明选用 就是这款纱窗杀进富豪的家 折叠了下网可以收纳隐藏 轨道流畅好推毫不费力 市占九成全台第一 吃下高端市场的董事长是他 一样是我们的专利信控 他从高度这样推也是很顺畅的 这样低的也是很顺畅 周国中平时内敛 但介绍自家纱窗时很自豪 因为全部是他带领团队研发的结晶 累积233项专利 年营收4.5亿元 周国中还要再突破 和科技大厂正在研发 侦测雾霾 智慧纱窗 你有时候直接感测器就会智慧电动 永远有创新的构想 让周国中尽管在门窗业属于后进厂商 依旧抢下市场 专利它是政府允许你垄断的这种 的这种销售或者是广告 30多年前 周国中用塑胶射出工厂作业园的经历 研发出不少让纱窗更好推拉的塑胶五金零件 热卖却总被模仿 周国中决心提升档次 让别人学不来 那我就找更难一点点的 例如说它可能是一个系统 相对上你如果没有挂掉 那你未来的这种路会更宽广 研发人员足足占一层 跟其他企业平均2到3%相比 周国中很舍得杂预算 用代工的钱养研发 自己则过得轻省 上班行头是跟员工一样的制服 自嘲本窗界一类 产线每一站员工效率又纯熟 他们手上的客制化纱窗 都是当天的订单 还要24小时内快速出货 我们的同行要跟相对上他们付出的代价要高很多 我们连到说明天要娶媳妇了 我耍汤要没赠到 OK好 你就是说明天不理 我就说所以我们要如何造成他们的依赖 尽管纸媒渐渐退场 周国中每天到公司都会读报 掌握经济脉动是周国中走在创业孤独路上不可欠缺的技能 如今室友报复的董事长仍然谦虚 40年如一日 当初就思考到要差异化 所以就去公园上课 去金属中心上课 事业跟看资料 看报告什么的 是他的兴趣 如果没去上海就是在公司 和周国中牵手37年 夫人陈百找对市场变化有高敏锐度 成为周国中的最佳伙伴 我记得爸爸就会叫我们在旁边 就问说奉队和客户都是人 人的病毒没分别心 凡事以人为本是陈百找的家训 他一生遵循 在公司里和员工就像家人 所以纱窗上总能看到陈百找的贴心个性 像是平整的铺障爱轨道 发觉说老人家如果跌倒了很不方便 所以还有轮椅进出也不方便 还有一个通风门就是因为 也是利他的精神 因为枪在电视上听到 就是我身重度的问题 陈百找所说的通风门市占率全国第一 产现也独立出来位在屏东 2500名的大工厂 里头还有实验室 无论是冲击测试 沙网的载众又或是反复开关次数 都是用国际标准方法更严格的试验 因为想要做领头羊 必须听得起高品质的严格检视 事实上可能又不够 现在正在思考了 是不是有钱可以弄一个450品的 全部都是检测空间 桌国中还想瞄准国际市场 但也懂得一步一脚印 因为37年的沙窗亡国就是这样打下根基 有成百找 相扶持 下一条路越上国际 一样不好走 依旧要稳步前行 东森财经台路运天王源泉 台北高雄采访报导 看盘不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